我是一个顶级女杀手 被一群人贩子拐进大山 等他们意识到我的身份时 已经晚了 我睁开眼 发现自己被扔在一个土炕上 双手和双脚都被绳子绑着 屋里正中放着一个火炉 火炉旁蹲着三个男人 其中一个正对着我 满脸落腮糊的男人 看到我醒了 露出一脸不怀好意的笑 他舔了舔嘴 道 那妞醒了 怎么办 另一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 嘿笑道 你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呗 我露出惊恐的模样 看着他们 声音哆哆嗦嗦的问道 你们你们是什么人 想想干嘛 另一个光头男站了起来 他嬉皮笑脸的说 我们要干嘛 你看不出来吗 今晚撕好哥几个 我们可以考虑 把你卖到个好点的人家 你彩男也站了起来 他接话道 别想逃 也别想耍花样 你要是动歪心思 老子就把你卖给 五六十岁的老光棍 让你下半辈子 就像个牲口一样 被拴在猪圈 哈哈 他说完 另外两个人也哈哈大笑起来 最后 那个落腮虎男人 也站了起来 他拍了拍光头 说道 去外面拿点酒 今晚咱就先尽尽兴 这妞看着 比上回那个还带劲啊 应该能卖得好价钱 光头男点点头 起身向外面走 不一会儿 就抱回来一大箱雪花啤酒 三个男人 各自拿了一瓶酒 再次站到我面前 像猎人盯着猎物那样 贪婪地打量着我 他们开始商量 待会儿谁先上 我向后缩了缩 背靠到墙上 身子全缩成一团 用充满哀求的眼神 看向这三个恶棍 与此同时 内心也开始悄悄盘算 这三个人 待会儿要留谁当活口 而谁 又该第一个死呢 我叫桑鱼 是个女杀手 16岁入行 21岁在业内扬名 今年刚好是第十年 半个月前 我接到了一单生意 客户是国内一家 上市公司的老总 委托我去西北大山的 某个村子里 救出他疑似 被拐卖到那里的女儿 我跟他派来的 委托人说 解救拐卖妇女的这种事 有警察 找我一个做杀手的干嘛 委托人去告诉我 救出女儿 只是其次 我最主要的任务 是找到那个村子 找出参与拐卖他女儿的人 欺负过他女儿的人 然后把他们一个不留的 全都杀光 老总的千金叫白雪 和男朋友 去那里的一座小城旅游 他中途和男友闹别扭 一个人跑走 就此走丢 有人说 最后一次看见他 是和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 在一起 并上一辆小巴 白大小姐设事未深 心思单纯 看情况 应该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 白雪失踪到现在 已经快三个礼拜了 这三个礼拜 很难说他会遭遇什么 难怪他爸不愿报警 而是找到我 既想引蛇出洞 又要彤彤灭口 找我这样一个 业内有口皆碑的女杀手 再合适不过 于是我接下了这单任务 独自来到西北这座小城 装成人生地不熟的游客 待到第七天 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 果然来找我搭讪 她在得知我是独自来旅行后 便自告奋勇要带我去一个 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小众景区 并说那里拍照特别好看 我故作迟疑了一会儿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接着我们便一起上了一辆小巴士 车子开了约莫一小时 在一处景区停下 我们下来逛了一圈后 女人又说她家就在附近 并邀请我去尝尝 她家自制的本地山楂枝 这次我没再犹豫 而是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进屋的那一刻 她心里的台词 应该和我一样 上钩了 在她家 我假装喝下了 估计掺有安眠药的山楂枝 然后便装作慢慢昏倒的这样子 随后 我感觉屋里进来了几个男人 他们用当地方言 和女人聊了一会儿后 便上来将我手脚捆住 再次抬上了一辆车 等我装作昏睡了很久 终于醒来的时候 那个妇女已经不见了 面前变成了这三个脸上 写满了饥渴的男人 我要上厕所 我喊道 三个男人听到后 再次哈哈大笑起来 我说 你们你们也不希望 我待会尿出来吧 光头难为索地笑道 你怎么知道 我们不希望呢 落塞胡道 让他去 怎么这些女的 就想不出别的招了 尼采男立刻站出来说道 那这次换我带着 我看着他们 恬不知耻的样子 内心忍不住 泛起一阵阵恶心 看起来 他们好像误以为 我是要借着上厕所的名义逃跑 而且他们也相信 我绝对逃不出去 所以满脸写着 我看你待会儿 能玩出什么花样的模样 尼采男走过来 解开我脚上的绳子 将我一把拉起来 然后凑到我耳边说道 美女 我可警告过你 敢逃跑 你就完蛋了 我点点头 她忽然伸手 拍了一下我的屁股 说道 走吧 我们走出屋子 外面已经天黑了 我才看到 屋子前面有一条土路 将屋子和一大片菜地隔开 落得另一头延伸 像一小片树林 而屋子后面 好像是一片 似乎深不可测的大山 男人将我带到一个土路边 一指旁边黑漆漆的水沟 说道 去吧 不说 你不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 我怎么上厕所呀 黑暗中 男人笑道 哦 你是没法脱裤子是吧 没关系啊 我来帮你 她说着 就哈哈笑着 弯下身子扑向我 而我等的 就是这一刻 我被绑住的 双手忽然抬起 然后提吓子 向下套住她的脖子 她愣了一下 嘴里念叨着 你这婆娘还挺主动 但下一刻 她就笑不出来了 我转到她身后 胳膊已经将她的脖子 狠狠勾住 手肘内侧精准地卡在 她的颈动脉上 然后开始发力 她大概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看起来 若不禁风的女人 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她的双手拼命挥舞 向上试图抓住我的胳膊 但没用 我在心里默念了她十五下 这个男人便不再挣扎 晕了过去 我放下她 走到下面的水沟边 找出一块看起来 还算尖利的石头 先慢慢磨断了手上的绳子 然后走回到晕倒的男人面前 开始回想 刚刚 她轻薄我的是哪个手 对了 应该是右手 想起来后 我便举起了石头 朝着男人的右手手肘 狠狠砸下去 男人被痛醒 他吃惊地看着我 刚要喊出来 吓一鸟 石头已经落到了他的脸上 我将迷彩男拖到小鹿的下面的 水沟边 站起来拍拍身子 去看到前面不远处 那个光头男正看着我 我跳上小鹿 转身朝着 吐露另一头的树林跑去 光头男一边大喊着 大哥 那件人跑了 一边飞快地朝我追来 在快跑到小树林的时候 我故意摔倒在路上 然后爬起来 装作一拳一拐的这样子 等那个光头男渐渐接近我 我听到他气喘吁吁的 跑到我身后 声音恼恨地骂道 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女人 你觉得自己逃得掉吗 看我一会抓你回去后 怎么玩死你 我停下脚步 不走了 他说 对嘛 这就 他话还没说完 我已经一个回旋踢 狠狠踢重了 他那颗光悠悠的脑袋 光头男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身子向前晃了晃 接着便重重地倒在地上 我掏出 刚才捆住自己双手的绳子 将被我踹得迷离乎乎的光头男 绑上 然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 说道 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男人 都不知道先去找找 自己的同伙去哪里了吗 我拖着光头男走出树林 看了看不远处的小屋 那个迷彩服务男人 还躺在水沟边 但那三个人里的老大 那个洛塞虎 好像并没有出来 我皱了皱眉 难道这大哥的出来 看到眼前的情况 跑了 但他们将我带来的那辆车 还停在门口 那么这个男人 应该还藏在这附近 看来是想和我玩猫捉老鼠 我将光头男扔到一边 先回到小屋里 屋子里的火炉还在烧着 但已经没有人了 好在我的背包还在 我弯下腰大致检查了一下 发现东西并没有少 而就在这时 身后的门 传来被轻轻推开的声音 我转过身 看到洛塞虎 正举着一把猎枪描向我 洛塞虎一边举着枪 一边恶狠狠的说道 你居然把老二伤成那样 你到底是谁 我笑道 我 我不过是个被你们拐到这里 准备卖的好价钱的 柔弱女子罢了 洛塞虎呸了一口唾沫在地上 然后红着眼说 我不管你是谁 你他妈的还能干得过 我手里的枪吗 我没有躲闪 反而向前靠了靠 离他的枪口更近了这些 洛塞虎明显有些吃惊 但更让他吃惊的是 下一刻 面前这个女人居然伸出手 将一只手指头 淡定的伸进了枪管里 我曾经对全世界最好的冲锋手枪 指过头 一把破丹管的土制猎枪 算老几 你是以为我不敢开枪 还是觉得我手里的枪是玩具 洛塞虎端着猎枪 恶狠狠地说道 他见我无动于衷 又骂道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你拿手直堵住我的枪口 我的枪就会炸糖吧 那你有本事就试试 我当然不会觉得 用手直堵在他的枪口上 就会让猎枪炸糖 一个杀手 更不会拿自己的手去做冒险 但我依旧没有将手缩回去 洛塞虎被我的冷漠 彻底激怒了 他大声叫嚣道 你难道觉得 枪里没有弹药 你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疯婆娘 我现在就崩了你 我看到他窝在扳机上的手 正在微微向下压 连忙将伸进枪口的手指头 缩回来 并向后猛退 给老子死 洛塞虎一边得意地大喊着 一边扣动了扳机 只听轰的一声 猎枪炸糖了 我将胡子被烧掉一半的 洛塞虎男人也绑了起来 然后出去 费了半天劲 才把外面两个也拖回来 此时已经是后半夜 洛塞虎稍微清醒了一点 他看向我 眼神里流露出了 真实的恐惧 我在他面前 扔了一个一纸大的小水袋 里面装的是液体葡萄糖 用来紧急时刻补充体力的 刚刚洛塞虎以为我是 拿手直渡枪管 其实我是往枪管里塞了一个 这样被划破的小水袋 而这种土质猎枪 枪管只要一湿 就会炸糖 你 你是警察 还是什么人 洛塞虎知道我对他的猎枪 搞了小动作后 脸彻底垮了 我没有搭理他 而是出去接了盆冷水 将脸被砸得血肉模糊的迷彩男 拖醒 然后拿出白雪的照片 问他们 这个女孩 是被你们骗走卖掉的吧 迷彩男和光头不说话 洛塞虎则迟疑了一会儿后 慌忙摇头 但可惜 他们脸上准瞬即逝的微表情 已经告诉我 白雪 就是这哥仨绑走的 我一言不发地走出屋 来到他们的汽车前 钻到车底撬开油箱 用一个空的矿泉水瓶 接了半小瓶汽油 走回屋里 将汽油雨露均沾的 领到了这三个 还想嘴硬的男人身上 我点上打火机 对他们说 说出这女孩是下落 我就饶了你们的命 说不出 我会把你们 连同这个屋一起烧了 是 是 大姐 大姐 是我们拐的 光头男身子猛的前倾 屁股高高撅起来 就像在给我磕头求饶 我说 很好 下一个 抢答题 他被你们拐到哪里去了 答对的 可以活命 光头男继续说道 风寨 风寨 离这边 我记得大概是有三四十公里 这么近 你们不是一般会把被拐来的女孩 迈到很远的地方吗 因为你 你这个朋友 脾气大 我们怕迈得远了 会出什么乱子 一旁的迷彩男 结结巴巴的说道 懂了 明天开车 把我送过去 看来 这个大小姐被拐了后 还是没有清楚的意识到 自己的处境啊 那她这三个礼拜 估计是不太好过了 不说着站起身 走到我的包前 拿出一根梅笔 我把梅笔的一头拔掉 路途里面一截 比手术刀还要纤细 但却同样锋利的刀片 落塞胡子 看到我拿出这把小刀 惊恐地问我要干嘛 我笑道 我不是说了吗 答对问题的人 才能活命啊 我给光头松了绑 让他自己挖坑买好了 两个同伴的尸体 做好这一切 已经是凌晨两点 落塞胡林死前 还朝我吼道 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 只要赶踏进风寨 就是死路一条 别想再出来 他难道以为我是被吓大的 我把光头男重新绑好 然后告诉他 别想逃 也别想耍花样 敢逃跑 你就完蛋了 这是他那位 迷彩福朋友的原话 六点左右 我在土炕上醒了过来 察觉到面前 多了一个身影 我们依逢的眼观察 发现他居然是 最早找我搭讪的 那位大妈 只见他捏手捏脚的 走到光头男面前 开始小心翼翼的 为光头男松绑 我闭上眼假妹 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妇人很快 给光头男松了绑 我听到光头男 站起来的时候 步履有些亮强 被绑了一晚上 应该是身子骂了 等两个人的脚步声 亮亮呛呛的出了门 我也站了起来 走到门口 我看到他们 正相互搀扶着 朝廷在屋外的那辆 白色东风日产跑去 我拎上包 开始悠哉悠哉的 跟在后面 他们跑出去几步 就注意到了身后的我 妇人大喊着快点跑 光头男带着哭腔说 妈 我腿还抹着呢 哦 原来是母子啊 妇人开始气急败坏的 拍打光头男 你要是个男人 就回去 宰了这小娘们 听你两个哥哥道愁 光头男扭过头 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微微一笑 冲他们打声招呼 不知道是不是我笑的不够 和蔼可亲 我笑完 光头男居然扑通一声 朝我跪了下来 他跪在地上 开始拼命磕头道 大姐 饶了我们吧 饶了我们吧 我走得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的光头面前 看了眼那个妇人 说道 多了个乘客嘛 那就一起走呗 光头男站起来 抹了把脸上的眼泪鼻涕 连声说好 然后上了车 坐到了驾驶座上 我则带着妇人 坐上后排 坐好后 我掏出那根眉笔 将刀尖放在光头男的脖子上 还是那句话 别耍花样 不然后果自负 光头男点头如捣算 车子就这样 开始向着大山深处开去 两个小时后 车子还是在路上 就算是四十公里的路 也早该到了 我意识到 这对母子不常记性 又开始想着耍花样了 我问他 还没到吗 光头男哆哆嗦嗦的说 这地方 之前大哥常来 我来的不多 有点记不得路 我嗡一声 然后扭过头 问旁边的女人 那你认得路吗 妇人恶狠狠的瞪着我 不知道 没来过 但她眼神里 短暂出现的躲闪 分离又一次告诉我 她在说谎 行吧 那你就慢慢找吧 我说着 将眉笔 从光头男的脖子上放下 转一把抓住了 你人的手腕 你抓我干嘛 你还怕我跑了 妇人问道 你能跑去哪里 我笑道 我这不是怕您太紧张 想安抚一下您 黄鼠狼给击拜年 妇人愤愤不平的说道 我没有再说话 车子继续向前开 这里的山都长得差不多 我也搞不清楚光头男 有没有再多圈子 但故意拖延时间 是肯定的 大约又开了半个小时 再开到一座 横跨在河沟上的石桥石 我忽然对光头男命令道 拐过去 后视尽礼 光头男的眼上 露出了一丝丝 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的手微微握紧方向盘 说道 我 我不确定 是不是这里 就是这里 拐过去 我继续冷冷的命令道 好好 光头男 唯唯诺诺诺的答应着 将车子拐上石桥 前面不远处的半山腰上 果然出现了一个村子 是前面的村子 对不对 我继续问道 好像 好像就是这里 光头男支支吾吾的说道 你 你来过这里 一旁的妇人面带惊恐的问道 我松开妇人的手 你没必要知道 我从一开始 就根本不相信 他们会老老实实的 带我到目的地 所以我用了一个 心理学上的小技巧 抓住妇人的手腕 是为了感受他的脉搏 只要车子经过那个 他心里有鬼的地方 他的脉搏 就一定会忍不住跳得更快 车子开过石桥 我告诉光头男 把车子停下吧 谢谢你们把我送过来 我诚心的感谢 但我讨厌纯且不自知 并且喜欢搞小把戏的人 所以接下来 换我送你们上路了